大家好 今天是纽约时间2024天 5月11日星期六 这次纽约12号 我是Alex 在美国的爱荷华州 最近几天有一家按摩店 在华伊的女店主被警方逮捕了 并且被控以三项的人口贩卖罪 原因是 她经营的按摩店 涉嫌卖银活动 根据当地的媒体WHO13报道 今年的1月份 爱荷华州在德梅因市的警方 接到了多个居民的报警 称位于852HU11 Avenue 的一家按摩店 有可疑活动 警方精神就来了 他们经过几个月的调查 发现这个按摩店24小时 都拉着窗帘 里面似乎在从事某些见不得光的交易 经过调查 当然我不知道警方是怎么调查的 无非就是卧底 内部的县人举报 或者是钓鱼 或者是冒出顾客 反正警方最终确信 这个按摩店存在卖银行为 5月8号 警方申请了搜查令以后 立刻对这个按摩店进行了搜查 他们在这个店里 发现了三名的成年女性 据称是遭到了强迫卖淫的受害者 警方还找到了强迫劳动和卖淫活动的证据 并在当场查获了超过8万美元的现金 这个店主是42岁的周慧荣 被逮捕 当天下午点就被关押在波尔克县的监狱 被指控三项人口贩卖罪 因为有三名受害者 一人一项 目前波尔克县的受害者服务中心 正在为受害者提供安全的住房 以及其他的支持和康复的服务 搞笑的是 根据警方通报和当地媒体的报道来说 很明显按摩店的三名女子 已经转做污点证人 瞬间反转 很聪明 我严重的怀疑他是有高人指点 反过头 指证的老板周慧荣说他人口贩卖 这种指证在卖淫案中很常见 但最终在法庭上不一定能够成功 去年8月在洛杉矶时报曾经也就报道过 洛杉矶的卖淫女作证也是指控 按摩店的老板说他们人口贩卖和 强迫卖淫 后来庭审证明 这些按摩女只是为了拿到受害者的签证 从而可以转为绿卡 而作了伪证 而这个按摩店的女老板很聪明 她叫熊梅 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证明这些卖淫女是自愿卖淫 不仅仅是自愿 甚至还在老板熊梅回国期间 这些卖淫女还主动将卖淫记录发给了熊梅 所以令人费解的是 为了能够对这个按摩店的老板进行指控 FBI、司法部和当地的警察局 在这个证据明显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 还帮助了4名卖淫女 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获得了受害者签证 当然了 他们到了法庭受尽了羞辱 经历了罕见的难堪 最终陪审团判定 这个按摩店的老板无罪 不正规的按摩店 在美国有上万家 每次看各种新闻 主流的都是华人 华人大妈 华人阿姨 华人奶奶 关了开 开了关 被查封了 然后再转让 再出售 再开 毕竟在美国还是有市场需求 以及劳动力的工作机会 所以情况是这样的 一般如果在各个州 在遥远的小城市 小城镇里 有华人开的按摩店 老板有志者施景城 他要开店做老板 但是他没有工人怎么办呢? 所以他经常是开车 去华部 不管是加州的还是纽约的 去接送工人 工人从机场 从车站接过来 按照美国的法律 只要你用交通工具 来运载工人 事发以后 你就是贩卖人口 因为等于变相的 跟当年黑奴一样 你把工人从车站 从机场 开车接到工作地点 然后让他赚钱 然后你拔皮 所以这种情况 就导致了 因为来的人 都是中国的大妈 阿姨 小姐 他们是语言不通 技能没有 所以变成了 到了某一个地方 这个按摩店的老板 一般是买了自己的房子 或者是直接在店里面 一楼开店面 二楼住人 然后做饭 吃喝拉撒都是在这个房子里 就变成了 他们认为的 叫做人口贩卖 因为限制了他们出行自由 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出去 因为不懂英文 这些工人 理论上说也不是被迫的 进行按摩服务 所谓的按摩服务 在美国是需要有执照的 不光店需要执照 工人也需要执照 有照片挂在这个店里 变成当地的那个州的 合法的 交税的 还交执照费的 这么一个执照 中国来的这个女性 英文不好 她本身是想干活 用靠勤劳的双手 多振钱 因为这一行赚钱比较多 但是他们不等英语 你要学这个技能 你要经过考试 有的是要实习操作 你还要读书 上课 如果都不行 只好往往是老板自己拿了执照 然后雇佣工人进行开店 客人也是五发八门 你看这个店里周围 当然多数是男性顾客 有真的按摩的 有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 那么这些工人 他们的收入非常高 一个月收入一万 一万五 当然至于老板 他们工人做什么呢 老板有的时候是睁一只眼闭只眼 但老板有钱 但也负责这个什么卫生啊 安全啊 这个跟这个政府打交道啊 但是不能够事发 那么如果一旦东窗事发 比如说这个男性顾客太多了 邻居就会举报 门前老有鬼鬼祟祟的人 都是不同的人 进去以后按摩 一小时两小时出来了 严重扰乱了社区的秩序 门口或者是乱停车 车太多 影响了邻居的出行安全 那么就举报了 警察呢就会经常化妆 进行调查 警察调查假装顾客 进去以后呢 身上有时候往往带着这个录音器材 如果这个交流中出现了这个钱 各种这个不齿的行为 在嘴上只要说了 那么就是同为了证据 然后就招呼让人进来 这种情况发生了无数次 每天还在发生 但是每天美国还是有上万家按摩店 因为这些工人一旦案发以后 多数人都是被高人指点 马上就转换为污点证人 然后声称自己是被迫害的 其实他是没有被迫害的 他挣钱多嘛 他就想多挣钱 甚至寄回中国 把中国的孩子给接过来 甚至来之前都已经和中国的丈夫离婚了 但是孩子还要带着 想到美国来受教育 所以他们都是非常勤劳的 中国的女性工人 有的时候是需要值得尊敬的 他们往往就是发了这个机会 马上就变成了举报老板 好处就是他们以受害者身份 就可以获得美国的受害者签证 然后就可以获得绿卡 然后就可以合法的被其他店所雇佣 甚至自己开店做老板 所以一代一代的 从这个按摩店的工人 变成了合法的绿卡 变成了新的老板 然后再找新的店铺 再开新的店 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循环往复 滔滔不绝 永远是存在着这么一个行业 而这个老板呢 有的时候是风险很大的 老板当然赚钱很多 我看这些老板有的是买了好几个房子 但是他的风险是很大的 如果一旦 有这个店里有顾客 有不付钱的风险 比如说顾客不付钱 按摩店按完了 有的时候信用卡 过不了付不了账 有的是直接顾客 开后门逃跑 甚至还有抢劫的 进来以后拿着枪 威胁老板娘 威胁这个 拿抢劫跑了 所以他们的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有的时候老板娘也要雇佣保镖 或者雇佣看店的 甚至也有带着武器 所以说中国人 在美国尤其是女性 她谋生是不容易的 像这种行业 按摩店 纸戒店 美容店 基本上是三大店 是他们主要的谋生的工作方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除非有人举报 然后被抓的证据 往往老板就关起来了 没收各个房子财产 然后她的工人就解放了 工人就变成了更多的人 所以往往老板一个人 三个工人 那么三个工人解放了 就变成三个老板 所以变成了这种按摩店 生存不绝永远存在 而且越来越多 这就是真正的现状 但是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真的想正规的做这个按摩店 没有人不喜欢做这个正规的按摩店 问题是由于文化低 中国女性来的 她没办法看得懂英语 能正经上课拿到执照 所以只能在这种黑不提白不提 这种似是而非的店里谋生 我的建议是要多学习 因为你知道当地的各个州政府 县政府和市政府都会有一些培训班 专门的辅导你 包括社区学院 给你一个合法的正规的教育 让你去怎么获得执照 读学校 甚至还有中文的翻译 努力一下 不要懒 来这边你要做工 想做一个合法的生意 你就要自己拿执照 自己拿执照 你要好好学英语 好好上课 交点学费 不要紧 有一个努力向上的方向 最终你的前途是无量的 因为我见到这个 在美国这种 凡是努力向上的 按摩店老板 他们很努力 不是说黄色努力 是正经的努力 最终是被美国的大店 正经八本给雇佣了 美国这个店里 有的是做染色的 皮肤晒黑的 有的是正宗按摩的 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一个 疲劳的工作以后 需要正经的按摩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业 但是需要 大妈 阿姨 小姐 自己要努力学习 这样才会有希望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够 点赞 订阅 转发分享 谢谢各位 是 给iedo Neo 继续 没错 这是 吗 Ben 这是 ac 诀